一手撑起了孟加拉人民的梦想,就是中国,主动赤资200亿。 孟加拉国位于喜马拉雅山以南,其首都达卡,有著东方小巴黎的美誉,而横穿达卡城的帕德马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河边的居民,但是它在发挥母亲的作用之外,也严重制约了孟加拉的经济发展。 一直以来,河两岸的货物运输都是靠船只百度,销率极低再加上受环境影响较大,每到天气恶劣的时候,船只几乎无法正常行驶,而且还经常发生海上事故,因此,再怕德马和两岸架一座大桥是非常必要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怕德马大桥应运而生,怕德马大桥承载着孟加拉千年以来的梦想,总投资约300亿人民币,但是孟加拉国举全国之力才筹集了100亿,本来钱就不够,又因为在建设过程中联合国的突然撤资,同时当时参加竞标的许多外国企业, 因为担心孟加拉无法支付工程款也纷纷选择退出,这对于孟加拉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。 但是,在这其中有一个国家选择留下,一手撑起了孟加拉人民的梦想,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,孟加拉的帕德马大桥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偏西南约40公里处,距印度洋入海口直线距离约150公里, 横跨南亚大路最大阁流帕德马和主桥长6.15公里,是上层双向四车道,下层单线铁路的公路铁路两用大桥,单孔重3200吨左右,全桥重13万吨,预计在2018年年底完工。 帕德马大桥的建设对于孟加拉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, 它将孟加拉的首都达卡和孟加拉南部的21个区连接起来,带动了整个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,有利于发展区域经济, 同时,因帕德马大桥地放位极其重要,是衔接我国与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之一, 这样一个战略枢纽的方位,对深化我国与东亚、南亚及周边国家的协作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。 而我国在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基建发展经济的同时,一次又一次地显现了民族实力,相信未来我国在世界上的威望也会越来越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